各位好 現在是下午3點18分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看好 今個月16號之前的港股整體大市 今天到現在為止港股的表現應該沒有令大家感到失落 先看看恆生指數的小時圖 恆生指數小時圖開始之後升穿了保利加通道頂部一路就 跟著保利加通道一路向上移一路往上攀升 剛剛在一個多小時內轉為窄幅橫行 圖表上的形勢根據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的顯示 暫時是屬於全面利好的 國企指數小時圖 形勢都是差不多 不過是有點分別 RSI是跌 下跌 everció 對5小时突然走 乘以為恆生指數 不 相對地 國企指數是差的 差態點的表現 加上 RI slices 旗下 just này 這應該是完全符合了我今早早 根據上星期五兩個指數期貨 未平昌入約定數分析法得出的結果 預測是完全準確的 跟著我們先看看大市 大市現貨主板市場裏 大戶主動買股比率是62比38 是好的 是高過過去的交易是56比44 代表大戶買家控制大局 而現在錄得的資金正主動買入是144億港元 是過去20交易最高的紀錄 現在為止未收市的成交金額 已經比上星期五增加了 今早的賣空金額比率是14.77% 是處於正常水平 然後我們看看33個行業 資金正主動買入佔了絕大部分行業 而排在頭位的成交金額最多的3個 都是錄得資金正主動買入 全部都超過10億港元 超過20億港元 就算去到第4位 跳得這麼快 1B、2B、3B 4個保險業都是 其他也不錯的 都有幾億的 比如醫療保健有9億多 地產也有3億多 即是大戶買盤非常主動 到現在為止 接著再看看20大被動買入賣出的券箱 看一看 勒不勒 托價的 頭五位 明顯的是阿里巴巴 押價的 沒有分散 沒什麼特別 押一隻股票 所以就比較上整個大市就好了 蠻不勒不勒第一位 Credit Suisse 要做什麼 不如 Credit Suisse 主要托著阿里巴巴押住建設銀行 但是如果你計算金額兩個差不多 都是一億幾 那就是佔他們的成交金額 阿里巴巴佔了6 正被動買入 最多阿里巴巴佔了成交金額的6% 而正被动卖出的建设银行占了总成交金额的9.9% 相对地来说,建设银行的压力会较大,即是来自Credit Suisse的被动沽盘 接着,我们想说一只股票 未说一只股票之前,看看现在的美资期货 3482.12,升了32.24,现在是32.00 恒生指数,国企指数,红筹指数,科技指数,全部都偏高1.5% 是非常好的,当然动力在哪?看看来地指数,偏高 上海1.9%,深圳2.1% 来这里的动力,带来港股的动力 大家留意,带来港股的动力,是带来南筹股的刺激 是多于国企股的,国企股的高位开始有较大的沽压 而两个指数,恒生指数和国企指数 亦都高于相关期货期限的估计结算价 EAS 偏高了0.3% 而我们想说一只股票,就是我买贵了 买贵了在这里,看一张图 买贵了就什么时候买呢? 我从21.1%接货,被大摩折了 折了,折了下来 到了星期五收市之后,原本在我的证券棚榜上 跌分入绿色区,即是站不到头9位 但是根据我的做法,我就会给一日时间 即是给他今天有表现 如果今天表现不好,就收市前 无论如何都应该扔到另一只 但是,他又好处啊 又好啊,开始 现在急升上去,最高就创近日新高 22.75% 现在回吐过,回吐过最低见过多少? 最低见过22.35% 现在最新是做22.6% 这就表现不错了 即是我又可以捱多一个星期 理论上,这个星期可以继续持有的 不过,我要看看 今天收市之后会计一计上 哪些阻力位再计一次 看看会不会去到阻力位的时候 图表讯号会转差呢? 明显转差呢? 如果是的,我就要评估一下 它在星期五是金星期五 是否能回到橙色区 甚至是红色区里面? 如果我评估它很大机会回不到 我会提早沽货计数 小时图现在是全面利好 暂时,也看看日线图 日线图小米,暂时一支大阳烛 暂时欠个MACD 还未发出双牛买入信号 短线全面利好 看这里,高位跌至低位 0.5,0.618 差不多了 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看 第二个位是哪个位 这个 高位是21.95 我希望它站在0.618 和23.95 就有机会反复挑战26.95 看完图后 再看小米 小米的走势 我看一看 今天开始之后 一路一支箭上上冲 去到2点后才在高位进行整固 现在的量比2.136 是对板的 即是跟星势 是认同的升势 另外波幅现在是52厘多 近日差不多 都是表示一定的风险 继续持货 风险也不低 应该说 就 先拍 这一个暂时最多成交的 自动对板是21.7 关锋建位 接着 托价的主要是 中国营创市场服务 它的平均是22.051 压价是汇丰证券 平均压价是22.093 金额大很多 压价压得大 但是越压越升 会不会它压着来入货呢 不知 另外富途也是压价 22.085 我们再看看 现在的大户买沽比率 是70-30 比大市还好 非常好 70-30 资金准主动买入 也很明显增加到15亿 今日的成交 到现在为之 上星期五 至少有超过八成 肉眼所见 而上周的卖空金额比率 是跌到8.339% 现在是22.65 即使支持21.7 退了上来 22.2 而有机会在收市前 再退上来 或者是22.6 22.65 那些位置 最大机会 最理想的是 收市 升来22.65 可能是22.8 22.8 22.8 22.9 那些位置 就是22.65 这条 或者下面22.6 这条 继续长些 增大支持力 最后 看看到现在为止的成交分析 这里看到21.7 最多成交 如果我们计算標准 自动对盘 即是不算 chama 不算竞价 、 huh 不算不同之 increase 不算ской 的事情 不算不算 不算交叉盘 綠得1千万港元 或上 成交很多 52宗 超级大户的买沽比率 为 finding 19.29 1 都是 폰 就算 100万港元 员 或 以上 的 70 30 30%更加厉害,一面倒 所以我今天是不会沽这只股票的 初步想,可以拖到收市前再研究 或者收市后再研究 除非有很明显的迹象,它会掉头 我会收市后计算阻力位 因为这些股票我都建议大家买入 所以我会更加详细地去跟进 跟进密一点 明早会和大家订定一个 今个星期的刑事策略 OK,那今天的分析队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